何久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,作为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之一,一直以来都深受观众的喜爱,快乐大本营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 何久作为一位主持人,这么多年的经历,让他在娱乐圈的人员十分好,而且何久老师的救场能力也是堪称一绝,青伤也是非常高的了。 虽说何久是为老戏骨了,但是他从来没有刷刷过大牌,但人也是十分友好,几乎没有什么黑料,而何久在采访中也曾经说到,要我去主持,并不是靠前就可以的。 就是这样一位有深度的主持人,这无常主持了多场婚礼,不为别的,就因为友情,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主持过的四场婚礼吧。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谢娜和张杰,何久和谢娜两人,都是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,关系自然很好,在私下两人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吧。 在娱乐圈流行一句话,有一种友情叫何久谢娜,所以说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。 再说张杰,当时张杰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明星,而那时谢娜已经很有名了,所以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,是何老师一直在鼓励着谢娜。 相信自己,相信爱情,何久也算是两人的红娘了吧。 直到两人结婚前戏,何久还在帮忙操办各种琐事。 在谢娜的婚礼上,何久自然要出席。 在那前和张杰宣布婚礼饰演的时候,何老师在一旁留下了感动的嫩水,看到好友娜娜有了这么好的归宿,自然非常替她开心。 第二对就是高媛媛和赵又廷了。 高媛媛在娱乐圈也是女神级的人物,而赵又廷也是不少人的男神。 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和电影,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喜欢。 两人的婚礼举办得十分低调,嘉宾都很少,只请了两人比较要好的朋友,而作为人员和口碑也好的何老师攒在其中。 而且还被作为两人婚礼的主持人,第三对是黄晓明和baby这两人的婚礼,算是娱乐圈娱乐圈最盛大的了,几乎空洞了整个娱乐圈。 而且大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参加了这场婚礼,何久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这场婚礼,而且何久也主持了两人的婚礼。 何久能够作为两人婚礼的主持人,可以看出来何久,并不是有钱就能请的动荡,也可以看出来在私底下何久跟黄晓明的关系还是不错的。 第四对就是黄磊和孙丽了,看过向往的生活的话,应该知道何老师跟黄磊的关系就多好了,两人不仅是二十年的老友,而且何久还出演了黄磊的话剧《暗面桃花园》。 黄磊和孙丽两人早都结婚了,但是当时黄磊并没有什么名气,所以婚礼办得十分简单,他一直觉得有点对不起妻子。 所以二十年后,黄磊重办了这场婚礼,而何久作为黄磊的好朋友,义不容辞,他就承担了婚礼的主持人。 黄磊一家四口在婚礼上温馨的场面让不少人感动得落泪。 你们喜欢何久吗?欢迎下方留言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